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封的历程中 创造了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战争神话 许多经典战术冲远传奇 影响深远 其余谈的绝学气氛和斗争技术 至今仍为人的精进更多 解放军经典战术 1930年12月16日 国民党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一次围剿 第十八师师长张辉赞 打着前敌总指挥的旗号 率部挺进在前 耀武扬威地向红军根据地杀来 这时 中央苏区攻农红军的红一方面军 有第一第三两个军团 共约四万人 在面临敌人大规模围剿的情况下 红一方面军 前委书记毛泽东 总司令朱德 制定了优敌深入 兼敌于根据地内的战略方针 张辉赞的十八师长驱直入 一路上几乎没遇到红军的多大抵抗 于29日 近战永丰县南端的龙岗军部一带 正在寻找战机的毛泽东 发现张辉赞孤军冒进 决定来个瓮中捉鳖 利用龙岗群山环抱 中间狭长盆地的有力地形射服 歼灭张辉赞 张辉赞是湖南长沙人 跟毛泽东还认识 他是保定军校出生 还到日本的陆军师官学校留过学 应该说不是个庸才 他率领的第十八师 部队武器装备也很不错 除了汉阳兵工厂生产的装备之外 还有德国制造的枪炮 必要的时候 还可以调飞行大队的五架 意大利飞机来驻战 所以实力上也是不弱的 12月29日晚 红军按照总前委颁布的作战命令 全部进入各自阵地 埋伏到了龙岗附近的山中 12月30日上午 张辉赞52旅前锋 行至距龙岗街15华里的小别村 石拱桥处 与埋伏在此的红三军骑士遭遇 拉开了龙岗之战的血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核威是大量殲灭敌人的主要方式 在人类战争史上 有很多名战都是核威战 像中国战国时期的秦兆长平之战 古罗马时期的坎尼会战 二战时期的基辅会战 成功的核威战能在很大程度上 改变敌我双方的兵力对比 左右战争的进程 下午四时 珠毛下令发起总攻 只剩下残兵败将的张布 阵容大乱 官不顾兵 兵不顾官 或争相逃命或缴械投降 第一次反围剿的开局之战 红军大获全胜 红一方面军四万兵力 以四比一的绝对优势 全歼国民党军九千余人 缴获长短枪近万指 子弹一百余万发 并于一个山洞中 俘获了张辉赞 毛泽东的名剧 齐生患 前头捉了张辉赞 就生动记录了集中兵力 何为兼敌给红军 带来的胜利与鼓舞 解放军的任何一次核位作战 都秉承着杀鸡偏用载牛刀的原则 集中优势兵力 形成泰山压顶之势 所以呢 打的时候啊 就能够快打快收 干脆立足 孙子兵华说过 我专为一 敌分为十 是以十共起一眼 则我众而敌寡 能以众击寡者 则无知 所以战者约 这就是 以东方思维 对这个战场置身的 不二法门进行诠释 那么人民军队呢 实际上是把 这个原则具体化 并且把它列为 十大军事原则之一 就是 每战集中 绝对优势兵力 四面包围敌人 力求全坚 不失了我 战术运用 是敌对双方 因是英帝的互动武艺 其将就日常锻造之法 又强调 灵机运用之妙 作为一支伟大的军队 中国人民解放军 在风雨里程中 创造了从胜利 走向胜利的战争神话 中国人民解放军 在历次革命战争中 按照毛泽东的四面包围 不使漏网的思想 进行过许多次合围作战 歼灭了大量的敌人 可是 审视解放军战史不难发现 太多的经典战力 是在兵力对比 根本不占优势 甚至处于 烈士的情况进行的 这就为包围兼敌 带来了先天不足 对于这个历史上 曾出现过无数次的战争问题 克劳塞维茨的回答是 每当不能获取绝对优势时 唯一的办法 极为利用我们手中 已有的兵力 来做巧妙的运用 以求在决定点上 产生一种相对优势 毛泽东对此的总结 只有简单的四个字 各个击破 对于各个击破 毛泽东解释为 在全体上 我们是烈士 但在每一个局部上 在每一个具体战役上 我们是绝对的优势 这就保证了战役的胜利 随着时间的推移 我们就将在权力上 转变为优势 直到歼灭一切敌人 解放战争时期的淮海战役 就以六十万 包围八十万的奇迹 享誉中万 这个被毛泽东称为 一国加身犯的和委 至今被世界各国奉为 形成局部优势 各个包围歼敌的经典案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战术的要领 可以概括三个字 准 狠 稳 也就是说呢 维艰目标选择要准 歼灭下手要狠 全肩把握要大 那么这里面的第一步呢 就是要宣传对手 9月25号 毛泽东给苏宇取电报 说本战以第一阶段的重心 是集中兵力 歼灭黄兵团 国民党在徐州东西两侧 总共四个兵团 其中黄百韬 第七兵团呢 驻扎在徐州以东 一百多公里的新安镇 它的东面呢 是大海 所以如果能够把 这个兵团歼灭 那就相当于打开了 徐州的东大门 另外呢 黄百韬他不是蒋介石的嫡系 他一旦被围 即便是离徐州比较近 援军呢 都不会尽力去救援了 所以呢 最合适作为首检目标 11月6日 人民解放军发起淮海战役 华东野战军由山东省南部地区 向徐州和龙海路东断推介 中原野战军由河南省郑州开封 沿龙海路向徐州推进 造成围攻徐州的声势 而实际目标 则是黄百韬的第七兵团 国民党军徐州脚总发现 人民解放军围攻徐州 即令其所属第二 第七 第十三 第十六兵团 向徐州和金浦两侧收索 准备与解放军决一死战 11月7日 黄百韬第七兵团五个军 十一个师 共约十二万人 开始向西撤退 主力第25 44 64 100军 经运河大桥撤退 第六十三军 则经摇湾渡运河西撤 担任兵团 彻翼掩护 由于黄百韬 兵团的迅速撤退 解放军 未能按原定计划 在新安镇捕捉到 他的兵团主力 一旦黄百韬 兵团退回到徐州附近 要想再围住他 去解密他 就很困难了 但是就是在这个 关键时刻 徐州角总第三随进区 副司令何基峰 张克甲率该随进区 第59军 和第77军 两万三千亿人 在台尔庄 甲旺 举行振前旗 将防区 立即移交给解放军 是华野的三个纵队 迅速进台尔庄 甲旺南下 一举切断了 黄百韬兵团 西撤 徐州的退路 11日 当黄百韬兵团 西撤至徐州以东 约50公里的碾庄时 被肃裕指挥的 华东野战军合围 得知黄百韬被围困 南京的蒋介石心急如焚 亲自给刘志打电话 一定要解黄百韬之危 为此 解放军不得不集中 华野第七 十 十一纵队 为正面组员集团 第二 十二 鲁中南纵队和中野十一纵 为迂回打员集团 阻击在黄百韬兵团附近 可能实施增援的 邱青泉 李弥 孙元良等 国民党军机动作战兵团 华野以第四 六 八 九 十三纵队 和特种兵纵队的大炮 坦克 组成突击集团 担负揭灭黄百韬兵团的任务 要围揭这么大的一个兵团 实际上是非常不容易的 因为你在围揭这个兵团的同时 你必须要拦截敌人 把他们从不同方向来的 正面部队都给他拦住 如果拦不住 对方就有可能形成反包围 然后中心开花 离音外合 把你给吃掉 所以这个时候光靠一位野战军 兵力根本就不够 实际上在整个华海战役期间 都是华野中野 两大野战军 加起来 六十万军队互相配合 来打这一仗 从十一月十二日起 华东野战军围揭黄百韬兵团的各路纵洞 从四面八方展开满宫 在碾庄 黄百韬正在做困兽之斗 因为蒋介石通过电台 不断地告诉黄百韬 邱青玄兵团不识即道 但是一天天过去 就是不见人影 黄兵团此时更像是金弓之鸟 等不来救兵 只能死守 黄以碾庄为中心 占据周围十几个村庄 构筑攻势坚守 每个自然村落都成为具有独立防御能力的兼固支撑点 交通豪纵横交错 兵力火力相互支援 形成集团式环形防御阵地 因此 开始的三天 解放军进展不大 华野五个纵队 维艰黄百韬的四个军 按当时国共双方兵力对比 何为歼灭敌人的难度还是相当大的 孙子兵法从曰 十则为之 五则攻之 背则分之 敌则能战之 按这个用兵原则 解放军当时只能达到个能战之的规模 但是 要全歼黄百套兵团 就必须打合卫战 否则敌人兵力损耗不会太大 会把解冥战打成一个极溃战 因此这次合卫战打得还是比较艰苦的 能征善战的华野部队 在战术大师素语的指挥之下 多次改变战术 才在付出巨大代价的情况下 吃下了这一口夹身饭 11月14日晚 素语召集担任主攻的各纵队召开会议 调整部署 明确作战方式 由野战攻击改为迫近作业 利用夜间 把焦同豪挖到敌战村庄附近 距敌前沿阵地50到30米 逐个争夺敌人的火力点 即所战村庄 到22日 中江第七兵团 及所属四个军全部歼灭 击毙兵团司令 黄百桃 华野维艰 渠州国民党军中战斗率比较弱的 黄百桃兵团 足足花了11天 投入兵力之多 伤亡之大呢 应该说呢 都出乎很多人的预料 而且一度使得 素语啊 在兵力调度上是 作精见证 但是解放军下决心 围歼黄兵团的目的呢 绝不仅仅在于 这个兵团12万人 这是块骨头啊 啃完了骨头 那么下面就好了 都是肉了 这是华海战场 我军呢 第一次形成局部优势 尽管这个优势还不明显 但是这一战之后 敌我兵力对比 就发生了显著变化 因为比销我掌 他背肩12万 我们呢 又俘虏人 充斥到我们的部队里面来 这样就使得解放军 华海战役总前委的手头呢 就宽余了很多 国民党徐州角总总司令 刘志啊 就说过这么一句话 说黄兵团覆没呢 所谓徐邦会战的命运 已经决定了 随后 解放军的兵力雪球越滚越大 国民党军在淮海战场的兵力 已成烈士 华东野战军在中原野战军的配合下 倾其全力 从容地围剑了杜玉明集团 两个兵团 八个军 十七余万人 八十万国军精锐 就这样一个一个被拖进包围圈 难怪这些黄埔高材生的奇怪 明明自己兵力占有 为什么每次都在和优势共军作战 参战的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 牢牢掌握战场的主动权 按照吃一个 夹一个 看一个的原则 每次击中优势兵力 围起一步 力求全坚 即小胜 为大胜 对淮海战场之敌进行了 逐次包围 让国民党军的整体兵力优势 荡然无存 在实施合围战术时 断敌退路是实现合围的关键 否则 极易将围歼战打成击溃战 为此 解放军通常将穿插迂回 作为这致命一击的主要方法 为了实现包围 解放军在整体战役布局上 谋形造势 引真示假 在具体战术设计上 动静结合 攻防相掌 可谓煞费苦心 形成了特色鲜明的 合围战术 战术运用 是敌对双方 因此因地的互动务一 既将就日常锻造之法 又强调临机 与你一秒 作为一支伟大的军队 中国人民解放军 在风雨历程中 创造了从胜利 走向胜利的战争神话 计划军经典战术 优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